現在我們要去的地方叫做新港 一路在火鐵邊就看到真人跟高雞頭的創造 這個稍微的創造是誰去創造得這麼漂亮 這裡叫板桃窯 這是一個文創圓區 裡面有很多椒子頭的創造 裡面最多是一個可以讓人欣賞敏感藝術 改到休憩的地方 我看很多 壓很多次 看看還有 下一次 我沒有壓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班头有的胡植饮食但中情神仙 这是夏东铁迪斯家的祭福 這裡有很多灰灰燒燒都是同一個表現 這顆粒叫做班陶村 班陶村聽說是開台第一村 儀館區裡面還有一間班陶窯工業館 這是八仙貴海現代版 八仙貴海法團 這些創作一定不是一般 我們在廟裡面所看到的那些中義故事 它是將人民的生活把它做出來 高雞頭之外當然沒有真人的表現 其實高雞頭是從東三菜來 它是從東三菜來的時候 甘書記跟電子龍在班陶村頂六 這兩個都是大海菜 電子龍就是大仙公他們老爺 所以班陶村都要開台第一村以外 還有一個名字叫做是海策村 一旧空六年的時候 新港鳳天宮因為立場來順海 那時候新港的頭人喝一條 這就是雲門創辦人林懷鳴的雜伯祖 去的門請到師父來修好 鳳天宮再重量高雞頭 這門結束 團體台灣 那也要靠台灣 才能給它發揚光大 謝謝大家